我们对TensorFlow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主要介绍了TensorFlow是什么 TensorFlow的一些特性 以及如何去配置TensorFlow的环境 然后从本节课开始 我们正式开始学习如何编写TensorFlow的代码 本节课的内容是TensorFlow Kairos 然后就是去学习在TensorFlow的朋友下实现的Kairos 学习如何用Kairos的这些API去编写今天网络的代码 然后在课程开始之前 首先我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本节课以及之后的课程中 我讲课的一些思路 首先是课程内容如何安排 第一个就是虽然我们本门课的主要内容是TensorFlow 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会接触到一些深入学习的理论知识 所以说我们的课程内容是实战与理论并存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课程主题是TensorFlow 所以说我们是实战为主 理论为辅 然后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会给大家去讲解必要的理论知识 然后就是我们遇到的知识点 其实可以分成两类 第二类是小知识点 也就是说比较零散的知识点 这种我们可能会在实战的过程中直接遇到了 遇到的话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去讲解 这个知识点是怎么回事 然后对于一些比较大的知识点 我们会把它独立成一个小节 然后在这个小节里面 我们会去讲解这个知识点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就是本节课课程代码的TensorFlow版本 从上节课中大家可以看到 TensorFlow的版本经历了很多次的改动与变化 有很多个版本门课程所涉及的TensorFlow的代码 大部分是基于TensorFlow2.0的 然后就是我们在课程中 以TF.keros的API为主 去学习如何编写TensorFlow的代码 因为TF.keros是在1.3的时候就被引读进来了 所以说我们的部分代码可以在TF.1.3之上的版本上 其实都可以运行的 再有就是在课程中还有少量的 只属于TensorFlow1.0几版本的代码 这部分的代码并不能够在2.0的平台上去运行 因为他们使用的API很多都已经过时了 但是学习这些代码也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大家学习TensorFlow不仅要学习如何去写代码 还要学习如何去读代码 而TensorFlow2.0才刚刚出来 很多网上的开源代码还是基于1.0几的版本框架去写的 所以说学习这些基于老框架去写的代码是有必要的 因为你可以看懂在开源代码上的很多开源库 这是课程代码的TensorFlow版本的这一块 那么知道了这两个要点之后 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开始我们的TensorFlow代码学习之旅 那么在本节课中 我们把课程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理论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实战部分 在理论部分上我们会给大家去介绍TensorFlowKeros 然后会给大家介绍分类问题 回归问题和损失几数 他会给大家介绍神经网络 激化函数 P规议化 Dropout等等 深度学习的基本概念 然后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外单的Deep模型 然后就是超参数搜索 然后就是实战部分 在实战部分我们会给大家去介绍 如何用Keros去搭建分类模型 以及如何去使用Keros的回归函数 用Keros去搭建回归模型 然后用Keros去搭建深度神经网络 使用Keros去实现外单的Deep模型 使用Keros和SIPitLearn这个库 共同去实现超参数搜索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大部分的实战内容和理论内容 其实是可以一一对应的上的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Tentaflow Keros是什么 要想了解Tentaflow Keros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Keros是什么 Keros是一个基于Python的高级神经网络的API 它是一套API 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库 然后它是由Francic Trollit 在2014年到2015年编写的 然后这个名字我可能没有读对 因为它可能里面有些非英语的部分 我们就直接读成Francic Trollit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这个大神是在Google 也是由它来主持实现的TF.Keros 我们刚才有讲到Keros只是一套神经网络的API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库 它如何去运行呢 它要设置后端 现在Keros支持三个后端 一个是Tentaflow 一个是Centaflow 还有一个是Centaflow 有了后端之后 Keros才可以去运行 需要注意的是 Keros的后端是可以切换的 因为对于用户来说 它只是使用了Keros的这些API 然后它并不会用到Keros后端里面的东西 它不依赖于后端 对于用户来说 切换了后端 对于它使用Keros没有任何的影响 自从Tentaflow支持了成为Keros的后端之后 现在大家一般也都是使用 以Tentaflow为后端的Keros 然后因为Keros它的抽象化做得比较好 所以说它极方便以用于快速实验 然后帮助用户以最小的时间 来验证自己的想法 那么我们再介绍了Keros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Tentaflow Keros是什么 Tentaflow Keros是在Tentaflow内部 对Keros这一套API规范的一个实现 它和以Tentaflow为后端的Keros 其实是两码式 因为这一套Keros的API的规范 是直接实现在Tentaflow上的 所以说这一套API和Tentaflow结合更加的紧密 然后它实现在TF.Keros空间下 所以说在我之前的课程中 我们在说Tentaflow Keros和TF.Keros的时候 我们其实说的是类似的一个概念 那么TF.Keros和Keros 它们之间有什么的联系呢 从刚才的介绍中 我们可以知道 它们实现的是同一套的API 都是Keros定义的那一套API 因为它们使用的是同一套API 所以Keros代码可以通过导入方式 就是改那个import的方式 把它轻松转成TF.Keros的代码 但是对于TF.Keros的代码 你想把它改成Keros代码 可能并不一定能够成立 因为TF.Keros有一些其他的特性 我们刚才也已经说了 就是说它和Tentaflow结合更加的紧密 它还是有一些特性的东西的 所以如果大家之前用Keros的话 那么可以很轻松的转到Tentaflow Keros上来 还有一点就是它们规范是一样的 它们的模型导致的这种规范也是一样的 那么TF.Keros和Keros有什么样的区别 其实一言以蔽之就是 TF.Keros和Tentaflow的这种结合更加的紧密 然后大家看一下紧密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就是TF.Keros全面支持EagerMode 对于EagerMode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 直到现在已经提过很多次了 我们在上一阶课中也给大家去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介绍了 有EagerMode和没有EagerMode的Tentaflow代码的区别 所以大家应该对EagerMode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然后如果你只使用Keros里面的sequential和model的这种高级API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影响的 这两个API我们会在后面的实战中给大家去介绍 如果你是要自定义model内部的运算逻辑的话 就会受到影响 这个自定义model内部运算 我们在后面的实战中也会给大家讲到 TF.Keros它可以去使用Tentaflow底层的一些API 去自定义Keros的这个model 因此这个TF.Keros相对于Keros来说它更加的灵活 更适用于研究人员尝试一些自己的新的想法 第二个区别在于TF.Keros它支持使用TF.data做那个直律的输入 TF.Keros还支持使用TPU去进行训练 TF.Keros还支持TF.distribution中的一些分布式的策略 然后还有些其他特性 比如TF.Keros可以和Tentaflow中的STMeter 也就是预估器将集成 TF.Keros可以保存那个称SavedMode 保存成Tentaflow里面的SavedMode之后 我们就可以利用Tentaflow的那种API平台的优势 可以把这个model部署到各种各样的平台上去 这是TF.Keros的一些优势 我们如何选择去使用Keros或者是TF.Keros呢 答案就是如果你想用到TF.Keros里面的任何一个特性 就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么多的优势中的任何一个 那么你就必须得选TF.Keros 如果你觉得去期望后端 这个特性比较重要 就是你可能既想用Tentaflow 又想用Centaflow 还想用Centaflow等等 就只能去选Keros TF.Keros是不能够切换后端的 如果这些对你来说都不这样的话 那你就随便选 好 这些呢 就是Tentaflow.Keros的简单的一个介绍 就是Tentaflow.Keros的简单的简单的简单 就是Tentaflow.Keros的简单的简单的简单 就是Tentaflow.Keros的简单的简单 就是Tentaflow.Keros的简单的简单